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喜欢乒乓在国内参与度跟热爱程度 也是超过其他的一些球类运动 最近我看到在柳叶刀的子刊上有一篇文章 就显示说不同类型的运动的形式 跟人的全因死亡率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的 就是说不同的运动 它跟身体的健康以及促进长寿的作用来讲的话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结论就显示 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当中 排第一的能够帮助去提升预期寿命 能够去降低全因死亡率的 就是属于灰拍类的运动 你比如说乒乓球就是典型的灰拍类运动 再比如说像网球和羽毛球都是 那这个数据它其实是对比那些不运动的人 最后就得出了结论 发现有灰拍类运动习惯的这些人群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56%左右 如果能够达到运动的推荐量的这部分人群的话 能够去降低47%的全因死亡率 那为什么说所有运动形式当中灰拍类的运动 好像作用会更大一些 健康的效益更明显一些 是因为首先所有灰拍类的运动 有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眼睛 去捕捉球体的运动轨迹 因此它对大脑的高速运转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帮助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优势 那第二点就是所有灰拍类的运动 你至少是两个人的这种搏击 或者两个人的这种搏异 那在两个人运动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社交的这种关系 从而能够去缓解压力 减低一个人类心当中的焦虑感 第三个层面就是灰拍类的运动 它其实能够锻炼全身的肌肉 而且这种对抗型的像羽毛球 像这个乒乓球像网球 它从我们的胳膊到全身腿部的跑动 其实是属于一种比较高强度的 有氧的运动 而且它的球运动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然后也会不断的去跑 也会去转体 然后去击打这个球 所以它是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 全面去循环的一类运动 最后就是灰拍类运动 能够很好的去控制血压 因为在全身高强度的运动过程当中 我们的血管在收缩 舒张当中 这种强度就恰恰适合于去锻炼血管的弹性 从而去稳定血压 所以如果从整体健康或者促进长寿的角度的话 灰拍类的尤其是乒乓球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